一路往常 周梅里长邱丽玲与志工送安心编刀 到徐家作为大哥的午餐及晚餐 这户人家一家三口 有两人属于身心障碍 生活重担都绕在徐家小弟身上 长期窝冰在床的父亲日前过世 里长邱丽玲因此在脸书粉砖 筹募商账费用 没想到短短两天 就涌入超过30万元的善款 还有里内小朋友将奖学金捐出来 让他相当感动 我在FB 我的粉砖 我们社区的粉砖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快报 很快两天我们就募集了30万1500 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朋友 他得了奖学金 把他的500块奖学金也捐出来 来帮助这个家庭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中美里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我们这个社会 那这当中有很多 丽玲的好朋友 老朋友 他们看到这样的讯息 就是火速的 或半夜 就发讯息给我说 希望赶快能够 能够把他们的善款 送到他们 这一家人的手上 在这我事实上12万分的谢意 帮助我解决这样的家庭的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 过去几年 靠自己一个人赚钱支撑 整个家的徐家小弟 很感谢里长长期的光怀帮助 及社会上这么多善心人士的捐款支持 相信爸爸在天之灵 也有看到大家的爱心 爸爸这几年 其实都受到里长 跟我们邻居朋友的照顾很多 那我很感谢 然后就是在我不在的时候 还有居服员 然后爸爸如果人好的 也可以互相照顾 我觉得就是 简单维持家里和谐 那就是互助 因为爸爸不方便 哥哥也不方便 然后我时间也要上班 所以我觉得有大家照顾会很开心 能够在爸爸最后的时间 让哥哥 让我们有安心 我觉得爸爸最后 他一定是很安心的看着我们 后续邱莉玲将协助 因为生病不良渔行 仍在附件中的徐家大哥 申请第一收入户 并协助徐家大哥找合适的工作 希望让他也能有机会自力更生 与弟弟一起坚强面对以后的人生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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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